目前美国的中共肺炎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2500万 死亡人数接近42万 先前拜登提出一项规模 1.9兆美元的纾困案 但受到共和党质疑 因为不久前 前总统川普才通过一项规模 9000亿美元的救济措施 24号拜登政府官员 还就这项纾困案 与美国两党议员通话 22号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发表声明 呼吁拜登不要利用疫情 来试试自由主义清单 不要利用疫情 掩饰自由派的政策议程 格拉斯利以最低薪资为例 强制规定联邦最低工资 为15美元 将使处境艰难的小企业一蹶不振 将削弱已经减少的营收 迫使当地的零售商和餐馆停止招聘 不想重新开业或扩大营运 在最坏的情况下 许多店可能会永远关门 主要街道的企业关门 会削弱经济活力 这意味着没有工作 没有薪水 没有税收 另外路透社报道 拜登将从这个星期六开始 对最近去过南非的非美国公民 实施入境禁令 以阻挡COVID-19变种病毒的传播 拜登还将在这个星期一 对近日去过巴西、英国、爱尔兰 和26个深耕国家的 非美国公民旅客 实施入境禁令 新唐人野地电视张启麟 综合报道